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記得19年前 我們經常有做很多青年 無論是去外國的旅遊 或是回到內地 但是過了19年之後 一下子就全部 以往我們接觸開的 就好像跟我們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2019年黑暴事件之後 香港社會出現嚴重撕裂 不少年輕人拒絕再跟建制派溝通 令建制派第一大黨民建聯 建立多年的青年工作幾近清零 時隔三年 民建聯積極重新出發 誓要重奪年輕人的心 打響頭炮的是 今年中舉行的極速約會活動 良希更加發生資深戀愛者 向年輕人分享戀愛的經驗 我們請了一個公司 公司專門做一些 中文叫團建 英文叫team building 那些公司 全都是18至35歲之間 當中也有很多專業人士 有些年輕人事 例如男生 我看到有些是醫生 有些會計師 有些是工程師 梁希說這次活動反應很好 以後還會多些舉辦年輕人喜歡的活動 可以搞拳賽 延州也可以搞一些 譬如說三人的籃球賽 然後固然也是 Speed Hailing會繼續搞 我們甚至可以搞一些歌唱比賽 我們希望會有一些 譬如說選秀的一些活動 贏了之後可以去內地的 譬如說一些浙江衛視 或者湖南衛視相關的節目 其實香港經常在這裡 我們是可以給予一個很大的舞台 國家一個很大的舞台 這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去告訴他們 我們一個很大的舞台 可以給予他去發揮 早前國家宣佈首次在港澳選拔載賀專家 有望旦生開埠以來 首名港產太空人 令到港人振奮 原來這件事是由梁希一手促成 我記得我 不要說很小 再年輕一些的時候 楊麗偉來到香港 然後很多香港的青少年 都很想去做太空人 但是發覺 原來如果你不是一個軍人的時候 是做不到太空人的 因此就希望 我們政府是可以和中央去溝通 怎樣是可以 遍離到我們香港的青少年 我們希望之後 除了太空人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是可以讓我們青年去嘗試參與的 因為其實我們過往經常說那些雪農 我們有很多地探險 深海探險 或者考古 現在香港的青年去參與 都不是那麼容易 希望之後 也都可以慢慢在這些地方 都可以開放給我們香港青年 對於同時下年輕人溝通的心得 梁希就說 會用最大的理解和包容 去跟他們溝通 對於非建制死硬派 他就表明不會放棄溝通 但是會放棄溝通的下一步 我都相信每一個年輕人 包括你和我年輕的時候 都會經過一個反叛期 反叛期就是想想怎樣 就是經常都問 Why not 另一件事 這個世界一向都是這樣走 Why not 另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大家都反叛過 去到某一個年紀 就會沉澱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去溝通 梁希最希望可以跟年輕人 找出共同點 求同存異 大家如果放開 譬如說政治立場 或者是政黨背景的時候 大家說同一件事 譬如說今天我們下面議會在談的 就是電費、加價那裡 政府是否應該可以做多些 是否應該令到市民 用隨身板上 是否應該會有一些板斧 跟他們去壓價 這些我覺得是不論任何政治背景 都會有同樣的想法 沒有必要只是在這裏發掘 或者發掘大家之間的不同之處 兩夫妻都不會 如果每次回到家的時候 就想想有些甚麼要跟他們爭辯 那大家關係都不好 其實正常來說 大家一個社會 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是想香港好 那大家找這個 common ground 求同存異 也就是日本旅行 什麼旅行 總統 地人